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醒了 好点没有 退烧了 来 吃点东西吧 来 这些菜 哪儿来的 我看你大病出狱 特意做了点好吃的 你不补身子 你看这里啊 是个与世无争的地方 就像白山村一样 我的愿望就是 等天下太平了 我一定要带着我最心爱的人 隐居在此 白头捣牢 待会儿 我们就回洛阳吧 你怎么了 怎么突然要回洛阳 没什么 只想累 不想说话 学武 我昨晚生病耶 很疲惫 想安静一下不行吗 你想安静一下 我们就更不能去洛阳了 应该在这里再住一晚上 等你彻底恢复元气我们再走 我想看到原来的学武 我哪里不是原来的学武了 你到底怎么了嘛 你跟昨天晚上判若两人呢 我昨天晚上是做了什么了 让四爷您误会了 你又不是没有领嫁过周国那毒药的威力 这我身上还有大量预毒未解 有场基本波 再加上淋雨 昨晚说过什么 做过什么 我通通都不记得 你是说 昨晚的一切 我都误会了 四爷您有自己的人生 还有命中注定相爱的那个人 我也是 奶奶说 我会和村子里的男子结婚生子 所以我不可能待在这儿的 请四爷送我回去吧 原来是这样 那昨天晚上 禅宫冒昧了 我们收拾东西 回洛阳吧 启禀皇上 我军已重新整顿完毕 预计再行三十里 明日便可护送皇上返回长安 前面那个是什么部落 回皇上 应该是酷熙莫佐 他们为疏不多 在这一带以放牧为胜 受了他 我们的将士 正是需要一场胜仗 把我们的士气给找回来 遵命 朕立刻去被军 全部抓起来 给我上 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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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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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放开他 你 放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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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精神点啊 提告警惕 是 再和 Factory 遗愿 然后走 葫芦 祂 小春 走 难道你不认为 以你那么差的伸手 能够混进我的帅营 躲开我所有的将士 顺利的有点 不太对劲吗 你早就发现了 你是我这一辈子 第二个 敢用这样的眼神 看着我的女人 另一个女人 在我的战场上叛逃了 如果你敢咬蛇自尽 我便杀了你的族人 里面有你的亲人吧 你不准对他们下手 知道我是谁吗 想也知道 一个拥兵自重 到处掠杀 抢夺百姓的军头 这种畜生 在边界到处都是 我是周国的皇帝 宇文雍 朕可以不杀你的族人 神举告诉朕 说你们酷稀默认 环境兼具四海为家 到处充满着敌人的威胁 朕就是最喜欢 在威胁当中生存下来的人 身为皇帝养尊处有 懂什么叫威胁 朕懂 因为朕随时都有可能被杀 刚刚你说的没错 但朕的国家 有几个畜生将领 他们不愿意听命于朕 只愿意听命于一个 势力比朕还要大的 权臣 他可以比朕低头 甚至还杀了朕的两个皇兄 就连朕唾手可得的胜仗 都可以被他造作 朕能不能活命 也要看这个人的脸色 你说朕到底 懂不懂什么叫威胁 朕欲当明君 但无奈胜于乱世 只有让朕的双手沾满鲜血 才能够让朕拥有一统天下的能力 朕要靠自己 创造一个属于朕的太平盛世 一个能让百姓温饱 安居乐业的国家 一个再也没有人 像你那样颠沛流离 像朕一样饱受威胁的世界 每个人都能安居乐业 再也没有人需要颠沛流离 饱受威胁的世界 朕都会出现吗 会 而且放眼中原 就朕一个人可以做到 朕 要你成为朕身边的人 成为朕的人 直到你看见朕 为你们创造的盛世 来 天女姑娘 这衣服浇了一块 还需要留着吗 要要要 那衣服对我来说很重要 你没有针线吗 我想修补那块烧焦的地方 天女姑娘 还是让我帮你补吧 这衣服是我弄坏的 我得自己修补它 那还是让我先帮你 把衣服洗干净吧 也好 谢谢啊 学友姑娘 学友姑娘 小冬 怎么了 不如 你们先离开吧 有事我再叫你们 太多礼了 起来吧 起来吧 你起来吧 起来吧 那 那 总之你们就可以先走了 先走了 是 衣服洗好 记得还我啊 衣服洗好 记得还我啊 怎么了 好好看 你这会不会很贵啊 我也不知道 应该挺贵的 而且很重 不是习惯的 怎么了 没 没什么事了 有 有点紧张 明天见太子 找你说说话 我正好想要请你帮我个忙呢 你能不能帮我准备个马车啊 我想赶快回家 回家 那 四爷怎么办 四爷有他自己的未来 与我无关 刚才我就觉得你们两个不对劲 果不其然 我韩晓冬虽然没读过什么书 可是在这个乱世里边 我比你懂得人情世故 你不妨什么事都跟我说说呗 我喜欢上了一个 我不应该喜欢的人 日子越久 就越深 越无法自拔 我很怕有一天 我会做出失去理智 甚至改变他命运的事情 甚至 我已经干涉了他的命运 才会害他中箭 害他差点身亡 我越想越可怕 他的命运不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我必须马上离开 我不明白 什么叫不该喜欢的人 你听我说 为自己爱的人 做任何的傻事 都是情有可原的 但如果那个人 你们命中注定就知道 他爱的不是你 他和你的这段恋情 根本就没可能 你还执迷不悟 那才是真的做傻事 你还执迷不悟 总之 我需要你帮我尽快离开这里 拜托你了 原理 这里有个枯西墨女子 朕已经说服她了 朕打算明天 一回长安 便安排此女子 在宇文户的身边 做朕的眼线 是 可是 皇上为何要选择 收复此女子 安排到宇文户身边 宇文户出身武将 一派粗人气息 向来就比较喜欢 彪悍的异国女子 把此女子带回去 必定会引起她的注意 把这个女子安插在 云户身边 她的风吹草动 都不会逃过朕的眼睛 皇上 此等大人 这个女子可信吗 她的姓名 和她的族人 上百条的姓名 都会因为她的鲁马 而失去 量她也不敢出卖朕 朕明白 皇上 这是玉池炯给您的书信 他已被宇文户 调至北疆边界 临走前所来书信 向皇上请罪 她也算是个将才 你回复她 朕知道她的身家姓名 都在宇文户手上 撤兵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朕没有怪她 真正的罪魁祸首 还是宇文户 是 宇文户现在必定是 按耐不住 想要看朕打了败仗后 如何面对她 你马上派人送信 朕明天又回到长安 马上上朝 是 宇文户 宇文户 朕也是很想你啊 你啊 这个甸里 谢谢大娘 来来来来 坐来 快快快 我要这个 你拿呢 我拿 是 是 是 我要这个 来 来 来 快 来 来 好恐怖 来 来 来 好恐怖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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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来 快 来 快 来 来 快 来 为何如此混乱 兵太子 是兰陵王说这些贱民御敌有功 应与士兵同乐 兰陵王说 是太子不嫌弃我们是贱民 让我们一起参加请公宴 谢太子大恩 让我们得以同欢啊 是啊是啊 我们好久没有吃饱了 谢太子让我们饱餐一顿 太子 此时正是得民心之事 切莫让四爷生死 平身 谢 谢太子爷 太子爷仁德 是我大旗之福啊 臣等参见太子 杨学武参见太子 这里不是夜城 不必多礼 快入座吧 谢太子 诸位 芒山一役 幸于我四哥 及时率兵救援 洛阳才能大捷 子哥 我敬你一杯 长公不敢 因为太子防御有力 所以洛阳才不至于失陷 如果没有 段太师阻止多谋 胡律将军 长公拖住了 周国五万军队 再加上我五弟和杨世参 带领全军将士奋勇杀敌 军民齐心 光靠我长公义人 如何能击败周国大军啊 能有众将士舍命效忠 实为我大旗之福 我敬各位 谢太子 此次与周军一战 周军伤亡惨重 想必我岂能想片刻太平 也好好好地恢复战令 在场的各位皆功不可没 待我回宫以后禀报父皇 一一论功行赏 谢太子 启禀太子 臣似乎在午后时分 耳闻士兵们弹奏乐器 唱歌跳舞 启禀太子 太不所闻 只是将士们茶余饭后 为庆祝我军蒙山大节 而编得乐舞 难登大雅之堂 不配太子娇贵之躯 太子如此亲民 甚至庆功宴 请贱民同乐 不分贵贱 狐狸将军 此言有备太子的为人吧 太母所言极是 本太子也想好好欣赏一下 传众将士 广场献武 传众将士 广场献武 传众将士 广场献武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资质通天卷卷一百六十九 一百七十七 其蓝陵武王长弓 貌美而勇 以芒山之节 威名大盛 武士歌之为 蓝陵王入阵曲 其主即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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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陵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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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什么取名啊 蓝陵王 蓝陵王 回兵太部 刚才士兵们演练的叫 蓝陵王入阵去 这些年 四爷跟士兵们朝夕相处 已经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芒山大劫之后 士兵们才把这感激之情 用这种歌舞的形式 表现了出来 照太师所言 此次打退周军 全然是四爷的功劳 难道众将士 对四爷的感激 打过于太子吗 蓝陵王入阵取 好 将我四哥戴着面具 解救洛阳的所有情景 刻画得让人历历在目 我看了心情也随之激昂啊 只不过 四哥 正如曲忠所说 你只带了区区五百斤 这么深入敌营 实在是让人担心哪 这万一有什么闪失 恐怕追悔莫及呀 太子 国籍是家 长宫定当全力以赴 自然不会考虑这么许多 四爷说 国事如家事 莫非把自己 已经看成了一国之主了 太不大人 您何必混淆是非呢 这 启禀太子 四爷的意思是 家事是因为你们是 至亲的手足 国事 是因为终有一日 您将会成为一国之君 四爷与情与礼 都会不顾一切保护您脱离险境的 这 他不会考虑到什么危险 后果的问题的 他对您一片质胆忠心啊 学武姑娘 你这是欲盖弥彰吧 太普大人何出此言 学武虽然不是与四爷门当户对 但好歹也是女娲面前 名媒正娶的妾 夫上夫嘴 是很正常的样 倒是太普大人 关谷建金 皇室内的手足斗争 终究是一场空 幸好四爷与太子感情甚多 四爷眼睛中指手 为太子将来的大好江山点击 怎么您反而下个弄辰 挑不离间 颠倒是非 您贵为太普 不是应该好好地观星象 占卜吉凶吗 在洛阳这一战 您可是太子最亲近的人 您却献太子 在周军如此大的威胁之下 这分明就是 太子 学武姑娘 是心细你的安危 一时冲动 如果有得罪太普大人的地方 本王代为之前 好了 你回去喝酒啊 杨薛武 你为什么就是不好 好好听奶奶的话呢 这样多嘴 只不过害得那个族体 那个小人 更恨四爷而已嘛 太普大人 太普大人 您不能进去 您喝多了 你们都出去 没关系 有事 我会再叫你们的 是 是 太普大人 学武今日 在周末回回之下 让太普大人 您颜面尽失 学武深表歉意 在此向您致歉 你别以为几个渔民 把你称为天女 自己就不可一世 我就动不明白高长弓 怎么就把你当成宝了 他也不想想 他的一个妾去周国 待了那么长一段时间 说不定 早就成为人尽可夫的 妖女了 你 太普大人 太普大人深夜来访 满身酒气 对我的妾有何意图 我来 是告诉妖女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也不管你凭几招 什么神力乱象 跟高长弓一起收买人心 我跟太子没那么愚昧 你们今天使我难堪 我会记住你的 太普大人 太普大人 您真的是喝多了 怎么摔了个狗吃屎啊 以后走路小心点 千万别再摔了 太普大人 太普大人 小五 你为什么要这样 他欺负你啊 难道你要我袖手旁观吗 我不要你救我啊 我宁愿被他赌挺欺负 我也不要你替我说话 为我出气 我不要你为我惹祸上身啊 你别生气了 你别生气了 你要是不在意我 你怎么可能为了我 只身潜入周国 以身试毒 只为了替我取解药 你怎么可能让我相信 你对我没有感情呢 学武 学武 你到底在怕什么 四爷 你相信我奶奶 能够看进过去 也真的找未来吗 那如果奶奶说 我俩并无缘分 你也仍然相信吗 肉费三千 你偏偏只取一瓢银 我既不是你命中注定的那个女人 你何苦对学武 不苦苦纠缠吗 本王只知道 如果今天让你走了 本王定会相思成疾 终身遗憾 这是我预料到的未来 真的 我跟你保证 四爷中将会忘记学武的 因为 很快就会有一个性正的女子出现 而她却会是你唯一的妻子 而她却会是你唯一的妻子 我心甘情愿立刻放你回去 但要是没有的话 你要知道 我们大齐的律法 一旦欺骗王族的话是重罪 就得惩罚你 一直陪着我 永远不能离开 雪 我不会和你打这个赌的啊 我只想回白山村去 如果本王要你留下呢 我 本王求你 为我留下来吧 好 我答应你 再难记 只要那个正非一出现 只要那个正非一出现 请四爷言出必行 立刻放我走 遗憾未定 一朵远 一朵雪花 一朵梦记忆 启禀太子殿下 太不大人当 让她进来 参见太子殿下 怎么搞得如此狼狈 太子有所不知 现在全军上下 都在传唱 都在传唱兰陵王入阵曲 臣深知 太子殿下心里难受 顾好意传达太子的功劳 反被超弄 你身为太普 他们怎么会不把你放在眼里 现在都在传说 蓝陵王早已把国事当作家事 夺权势在必行啊 蓝陵王得势 太子势必势弱 我心想太子 不久就会 跟太子一起试试 本太子想 今天天主在大殿上所言 也不能道理 看来太古 还很会挑玻璃剑 真 真不敢 可非呀 高长公身边有个天女 而我却有个弄去 臣不敢 臣确实是为太子着想 太子您想 如果让皇上知道 芒山一役 四爷功高于您 皇上会怎么看您呢 再说四爷现在 如此得民心 传到皇上的耳朵里 我是为您担忧啊 太子啊 四爷 既然能提出国事如家事 难保他以后 不把您的父王 当作自己的父王吗 爸爸 不过此事 还有挽回的余地 依臣之见 高长公 自从有了这个自称天女的妖女 杨学武之后 才会目中无人 狂妄自大 杨学武 出身建民村 原本就得民心 如果高长公 借力使力 继续拉拢民心的话 你想干什么直说 我 我 正有办法 把这两个人 分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